你有沒有訓練一段時間之後 教練叫你記得回家要伸展放鬆 但你明明有做卻都沒有改善呢? 今天我將教你們使用一隻滾...一... 一隻滾筒 就可以在家輕鬆達到伸展放鬆的效果喔 那為什麼要使用滾筒來伸展放鬆呢? 你家裡是不是有一隻滾筒 但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滾滾筒呢? 其實滾筒的目的啊 是因為滾筒可以透過它的這個平面 來針對你的筋膜做一個有效的伸展放鬆 我們的酸痛點呢 通常是因為肌肉跟筋膜產生沾黏 你有吃過肌肉嗎? 外面是不是有一層白色的薄膜 當肌肉跟筋膜產生沾黏之後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就會感覺到有一些酸痛的疼痛感出現 所以今天我將教你們使用滾筒 輕鬆的就可以在家達到把筋膜跟肌肉滾開 有放鬆的效果 那其實滾筒有一個方向性存在的 我們都希望從你的末端滾到你的心臟端 因為這個時候可以幫助你的這些廢物代謝回來心臟 加速血液循環對你的恢復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首先 我們要先把你的鞋子脫掉 從腳底開始滾起來 那其實滾筒有一個原則啊 它就跟我們的衣服一樣 筋膜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你以前是不是都是哪裡痛滾哪裡 舉例我現在小腿痠痛 我一直滾小腿 但小腿痠痛滾小腿 當下可能有得到舒緩 但其實過沒多久又會開始產生疼痛 原因是因為 它的產生耗發原因可能是在末端的位置 那當你這個地方沒有放鬆到 你一直滾這裡 它其實得到的放鬆效果是沒有很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記得 從末端滾回來心臟的原因 就是要避免你漏掉任何一塊 你可能產生疾痛點的位置 所以記得滾這邊得到舒緩了 這邊才可以改善你痠痛的感覺 好所以我們就從最遠端的腳底開始講起吧 那記得首先 先脫鞋子 廢話嗎 不然你沒有辦法在穿鞋的狀態下滾你的腳底 所以脫完鞋子之後 那我們把滾筒從腳底 整個前後都挪一挪滾一滾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會感覺到越滾越痛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肌肉準備好被放鬆的時候 它會從糾結的狀態開始放鬆 這個時候滾筒就會把筋膜壓得越來越深層 那對於你的放鬆就會越來越有幫助 這個時候你要做的呢 就是去感受一下 你在哪一個地方最痠痛 當你已經感覺到越來越痛之後 我們就在最痠痛的點做停留 停留之後呢開始加壓 加壓的方式 你可以把你的身體重心往下壓 稍微的屈膝 這個時候你就會感覺到腳底 非常明顯有感覺的狀態 酸酸痛痛的 那如果這個時候你還沒什麼感覺的話 你還可以甚至加上腳趾頭 捏到最緊放開 捏到最緊放開 那這個時候呢 當你有捏到最緊放開的這個動作 你的筋膜會主動的在滾筒上 壓著的情況 還有伸長縮短 伸長縮短 那這個時候對於你的放鬆就非常有幫助喔 所以我們大約在每個痠痛點做停留 那停留之後大約前後挪動放鬆 大約四到五個深呼吸之後 就可以換下一個地方 所以小腿大概這樣放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位置從腳底變到小腿啦 那記得正面、內側、外側 都要用同樣方式 在痠痛點做停留 並且加壓四到五個呼吸 再換位置 那接下來要教大家呢 就是你的小腿的肌群放鬆啦 那小腿肌群呢 一樣先把滾筒壓在你的小腿後側 後側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分成跟腱的位置 跟肌肉的位置 那在跟腱這一段呢 我們先首先放鬆下半部 當你下半部滾完之後 我們再來放鬆你的 鼻目肌肥腰肌的這部分 我們先在這下半部做前後滾動 一樣先讓他習慣 你準備幫他刺激放鬆的這個感覺 否則你的腳可能會開始跟你的滾筒做對抗 這個時候放鬆就沒有效果 所以先輕鬆的前後滾 告訴他 你準備開始放鬆了 那當你滾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個時候你應該會覺得越來越痠痛 接下來就是開始加壓的時候 所以你應該一樣 停到你的痠痛的點做停留 停留之後屁股就可以往下坐下來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做負重加壓 壓在你的另外一隻腳上 開始做左右的挪動 那這個挪動呢 就是讓筋膜主動的在滾筒上面做滑動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放鬆效果 所以記得在痠痛的點停留 停留之後開始做加壓挪動 大約四到五個呼吸 好那在第一個跟腱的位置放鬆完畢之後 我們就來到小腿最容易痠痛的地方吧 那他的位置呢 其實就在你的跟腱跟你的肌肉中間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當中呢 最容易累積一些疲勞 導致你的這個痠痛點 會讓你的小腿肌緊繃 開始受限你的動作 所以待會我們把滾筒壓在肌肉跟跟腱中間 壓好了之後呢 一樣做前後的小範圍挪動 提醒他 告訴他你準備對他做放鬆了 越來越痛之後呢 這個時候一樣做單點的加壓 加壓上去之後 開始 左右的旋轉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放鬆 好痠喔 記得要保持呼吸不要憋氣 否則你的筋膜會越來越緊繃 整個筋膜放鬆適到有個呼吸之後呢 就整個小腿 從跟腱滾到比目魚肌的這個位置 上端 全部都滾一滾 讓他稍微緩和一下 不要呈現這麼緊繃的狀態 OK小腿放鬆差不多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更刺激的大腿啦 那大腿的部分呢 一樣先把它壓在你的膝蓋後側偏上一點點的位置 那你的滾筒盡量不要壓在膝蓋正後方 因為這個時候壓在膝蓋正後方 這邊沒什麼肌肉 其實對於你的腳是很容易受傷的 所以把你的滾筒 挪上來一點點 在你的膝蓋後側偏上方一點點 好就開始做前後的挪動 那前後挪動呢 這個時候你就是告訴他 我要放鬆囉 保持放鬆 那你不要憋氣 記得深呼吸吐氣 一樣的原理 找到痠痛的點做停留 停留之後開始做加壓 旋轉 加壓旋轉 那這樣的方式就可以讓你的腿後側肌群 可以得到良好的放鬆喔 做的時間大約持續四到五個深呼吸就可以了 OK接下來放鬆完大腿偏下面的位置之後 第二個痛點 我們就會找到你的最上端 接近你屁股坐骨下方的位置 坐骨位置就是在屁股有一個骨頭 骨頭前面一點點的位置我們把它坐在滾筒上 這個時候屁股其實是離地了 那這個位置另外一隻腳保持放鬆 就是踩著地板 讓你做平衡的動作 那你這個時候應該就會感覺到有點疼痛 那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要做的是 往前伸展摸到腳尖 回來 往前伸展摸到腳尖 一側邊的手去摸你的腳 回來 往前伸 回來 就可以得到你的腿後肌群 壓在滾筒上 還有很好的滑動 對於你的放鬆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一樣維持大概四到五個呼吸 好痛 OK那完成四到五個放鬆之後呢 這時候就把滾筒從膝蓋後側到大腿後側 全部給它滾一次 那放鬆完之後 我們就準備進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屁股啦 接下來我們就把滾筒坐在屁股上 那我們剛說是放鬆單側 所以這時候一樣是這邊 放鬆哪一隻腳 就把哪一隻腳翹起來 翹起來的這邊把單側屁股壓在滾筒上 這個時候你應該會感覺 只有一邊的屁股坐在上面 壓好之後呢 我們先小範圍的前後滾 一樣最下端到坐骨 最上端到腰脊椎位置有個骨頭 在這段小範圍的肌群裡面做放鬆 好那壓好之後呢 小範圍的前後挪動 在屁股這段肌群當中 小範圍的去做前後啟動伸展 讓它知道你已經準備做放鬆了 那越來越痛之後 我們就在痛點停留 開始做腳踝膝蓋往外側旋轉的這個夾壓 那當它在上面做滑動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感受到 越來越痠痛 那這個時候就是一個很好的放鬆 OK那這整段呢 大概就是從你的腳底小腿大腿到屁股後側 整個腿部後側臉的放鬆方式 希望對你來講 可以有學到一些放鬆的方法 那記得你在做完單側之後 你可以簡單做一下檢測 站起來之後呢 然後慢慢的做往下延伸的感覺 感覺一下 兩個後腿緊繃程度 應該會不太一樣 那這個時候代表你有一個做到很好的放鬆 那對於你明天的訓練其實更有幫助的喔 所以做完一邊 記得要平衡一下 開始做另外一邊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 跑者腿部肌群放鬆的滾筒方式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 對你們在放鬆的時候 會有更大的幫助喔 那記得 你在一個禮拜至少做一到兩次的放鬆 對於你的恢復才會更有幫助 那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不漏接我們接下來每一則 教你們的一些分享訊息喔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睿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